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命的每一个人 我们台湾大多数的人都忘了齐齐抗战 所以我这位前舰长有责任也有义务 让大家回想起来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其实是中美南海电子大战 谁输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当然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 但是好像大家不太拿出证据来 很多人都是说 我觉得我想 那个其实想的事情可以很多 觉得的事情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那我们就从现有我们所看到的资讯之中 我们来探讨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是谁赢了还是谁输了 那其实在我们讨论之前 其实我们先讨论一件事情 什么事 也就是我们现在 如果说看YouTube的观众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防卫省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确认中国大陆的山东建 在昨天的早上七点钟 他就已经在冲绳宫古岛的东南 约520公里的太平洋上 那如果是昨天早上七点的话 那也就是更早之前 就已经通过巴塞一下 可是我们有得到通知吗 没有 我们每一次都要等到日本来通知 2022年 弹道飞弹飞过台北上空 国防部也没有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的 也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那所以啊 其实我们都是在被国防部 温水煮青蛙 他不讲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呢 他讲了 我们呢也未必搞得清楚 为什么 在选前 中国大陆发射一枚卫星 还是跟法国合作的卫星 结果你一定要拉警报 你一定要发你一定要发这种警报说是 飞弹警报 我以前就说过 发这个警报的空军的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 一定步步高升 在赖清德总统的任内 他如果干到参谋总长 我一点也不意外 他如果 干到国防部 我也觉得刚好而已 为什么 因为开玩笑 就是为 那个民进党骗票嘛 国防事务 没有党派之分 结果现在为了升官 什么事都可以做 那其实如果说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山东舰已经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出现的时候 也代表了7月22号到7月26号的汉光40号 使兵演练了 那今年比较特别 今年他是说没有假想敌 这件事情是值得肯定的 也就是他不再是计划统裁 其实根本也称不上计划统裁 根本就是只是演戏给大家看 怎么说 他要控制到几分几秒 火炮发射 几分几秒哪一个人 张三李四王 那个王二 到达哪一个位置去 其实 那根本就是演给大家看的 不具有对抗的一个 那个作用 那这一次没有假想敌 但是遇上了货真驾驶的解放军 航空母舰在东部海域 不过 小舰长再强调一次 这种航空母舰 无论是辽宁号 山东号 甚至现在 在黄海北端的 福建号 他都不是针对台湾的 对台的兵力 直接从陆地上起飞就好了 不必那么大费周章的 搞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那航空母舰打击群 他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其实他最重要的 也就是执行反介入 反谁的介入 反美国的介入 反日本的介入 然后作为区域拒止的支柱 最重要的是这个 那至于说 对于台湾而言 当然我们不必在意 航空母舰 但是你不通知我们也太夸张了吧 昨天晚上八点 对不起六点钟左右 日本防卫神统和幕僚监部 就已经公布了 我们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我们到今天早上 什么时候公布的 意思也就是 我们的时间 迪雷了快24个小时 所以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反正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都是被 被国防部温水组清娃 其实真正的更像是 盖头蛮 不知死活 那这是一句台语 那我讲出来 大家会笑死我的台语 不过我是听得懂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你就让我们这样子不知不觉 你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吗 不会 直接回应你国防部 那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 共同社就已经公布了这个新闻 接下来他去的位置 到底是在哪里 那他的兵力到底是什么 那他的位置其实非常像 一年多以前 那个辽宁舰 他 他所出现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在公布岛 东南海面520公里的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上面 他已经开始做演练了 他不是只是到那边而已 我们从左边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 第一张最上面那张照片了 也就是舰载机已经滑跳起飞 这是山东号跟辽宁号的一个特色 第三张就是从上数下来第三张照片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它上面已经有直18的直升机起飞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现在伴随的兵力是有什么 现在伴随的兵力当然就是我们看到有山东号本身之外 那还有万顿驱逐舰 106的延安号 还有052D的飞弹驱逐舰 柜林号还有054A的飞弹护卫舰 运程号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兵力啊 大家可能会觉得 怎么那么单薄啊 那个他只有一艘万顿驱逐舰 一艘052D 还有一艘7500吨的052D 还有一艘4050吨的054A 他为什么兵力这么薄弱 想到这件事情你就专业了 为什么我们等会讲啊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起飞的直升机啊 可能有两种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上面那种 也就是直18的预警机 那直18基本上来讲 它是由直8进行大改的 然后原来的编号就是直8机 可是呢 当他大改之后他改了什么 他把主旋翼跟尾旋翼 他改成复合材料 他改成复合材料之后呢 然后他改变那个改进了传动系统 然后更换了更大功率的一个发动机啊 还有那个航电系统的性能提升 让他具有续航力800公里 然后滞空可以达到4小时以上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的资料 可是他分成了预警型 预警型也就是直18Y的部分 那也有反潜型直18F的这两种不同的构型 当然还有别的构型 那我们讲到说现在我们刚看从甲板上起飞的 应该就是这两种其中一种 那我比较倾向是预警型 为什么 因为其实对于航空母舰来讲 他的空中预警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现在的位置 其实我们也可以猜想到 那个解放军 他的指管不一定可以到达 所以他就必须要靠这一些他的打击群里面 无论是防空指挥舰的055来负责 或者是最外围的054A的飞弹护卫舰来负责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当然他也有所谓的反潜型 反潜型呢 他上面什么都有啊 该有的都有 那我们看到右上角那个 那个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屁股上面也有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 那是什么 那是投放声标使用 那投放声标 声标有主动有被动 那当然他还有深温 深温仪的声标 深温仪就是来量测海水的温度 跟盐度所使用的一种浮标啊 那他都可以从这后面的洞打下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啊 他有一个就是肚子下面的中间 他有写一个叫做声纳掉放口 那个就是掉放型声纳 掉放型声纳到底是放什么 他放一个声纳 放到因为海水温度所产生的阴影区里面 然后他放到那个阴影区里面 就好像在阴影区里面点亮了一盏灯 就可以看到躲在阴影区内的浅见了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照片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啊 这个兵力这么薄弱吗 那解放军这么有 这么有把握吗 不是 大家其实很喜欢啊 把很多的资讯放在一起看 唯独这个每一次都是 没有没有把它捏在一起 怎么说 我们看上面这张照片 这上面这这这这张地图啊 它是7月1号 我们所看到的055型的 这个飞弹驱逐舰 拉萨号 以及903A的综合补给舰 可可西里湖号 它其实就已经在更早之前啊 在6月27号 它就已经穿过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 7月1号的时候 它通过在库越岛 跟北海道中间的中古海峡 那要去哪 要跟山东建会合啊 下面还有一路 下面一路呢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下面的这张图啊 下面的这张图啊 那个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7月4号到5号啊 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 054A的衡水舰 那也在 它在这个编队里面 然后还有052D 那除了052D之外 它还有俄罗斯的舰队 也俄罗斯的舰队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守护级护卫舰 就是我们从左边看上来 左边看起来第三张的照片啊 下面那个图第三张的照片 那另外还有俄罗斯的 那杜布纳吉的补给舰 那杜布纳吉的补给舰呢 其实它是12,900吨的一个排水量 那相对于903A的中 从柯克西里号 它是23,000吨 但是这些吨位其实都比较小 相对于901中和补给舰 90中和那个中和补给舰 以呼伦呼号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48,000吨 都是只三分那样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 以类似S350的这种飞弹 它称之为9M96 它的攻击距离可以从40公里到120公里 那它可以容纳12枚以上 那我们看到公船飞弹的话 它可以容纳的是club 俱乐部这种公船飞弹 或者有另外称之为叫口径的这种公船飞弹 它的速度可以从0.8马赫到2.9马赫 也就是也是这种超音速的公船飞弹 那它我们讲说 它搭配了这样的舰船 其实也就代表这一次山东舰的速度 一开始不会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守护级的护卫舰 它最高的速度27节 那以俄罗斯的这一个补给舰 它的速度16节 那以903综合补给舰 它的最快速度20节 所以如果要采取编队的话 它的速度大概最高不会超过15节的速度 所以就是慢慢走 那到底走到哪里不知道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什么 可以确定的也就是 这应该是中俄两国它的一个扩大的联合巡逻 那这个联合巡逻本身还包括了还包括了航空母舰 那如果说按照刚刚的这种这样的兵力 我们就可以统合 除了山东舰本身之外 那还有两艘 055的一个万顿的驱逐舰 那另外还有一艘 也就是穿越大鱼海峡的银川舰 不过银川舰要特别注意一下 银川舰它其实是南部战区 可是它是从北往南穿越 意思是什么 意思这个兵力早就已经就位了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的横水舰 它也同样的是在7月5号穿越大鱼海峡 它也是南部战区的编队 所以这一次的事情再一次验证了 我以前的说法 什么说法呢 也就是现在解放军的作为 都是叫做冷启动 很多的专家学者 甚至那个我们的大学长 都说作战之前 一定会看到兵力集结 请问这一次你看到了吗 没有 它是分境合集 它从有的是从穿越宫古海峡 到西太平洋 有的是穿越大鱼海峡 那以我们讲到的航空母舰党 那个最主要的战斗群 它是穿越巴士海峡 这样子看懂了吗 它从三个方向不同的来 那我的判断是它们都会走到一起 那走到一起 其实最后也就是说让日本的压力更大 让韩国的压力更大 那也就是为地缘政治 投下更多的不可变的因素 这个也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 也就是我们在今年五月的时候看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 他有提到特别提到这么一件事 什么事 也就是中国大陆与俄罗斯 他其实不断的在太平洋 就是西太平洋的部分 进行这种联合巡 联合巡逻或者是战略巡逸 其实都是对于我们台湾造成了更强大的一个威胁 其实我再强调一遍 这都不是对台湾的 这是反介入 他只是要让日本跟台湾有更强大的紧迫感 所以他才这么说 那这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外在的部分 那这一次到底要去哪里 来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综合了从2022年12月 也就是辽宁舰的他的航机 最后一次 因为他到2023年2月结束这一个航程之后 他就进屋了 现在在进行海事 这个是那个白色的那条线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看到蓝色的那条线的话 其实他代表的是 就是在去年4月的时候 山东舰的航机 那也就是他穿越宫古海峡之后 他一度往那个北上接近十元岛 然后再往东南一路接近官岛 这是一个航路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也就是在去年的十一月 也同样的是山东舰 那这红色的航机 那他通过巴士海峡之后 也是一路往东南 然后接近官岛 意思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讲的反介入 他形成了一个威胁轴向 这个轴向指向官岛 那这一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点 也就是如果看荧幕上面所显现的 20247月9号的这一点 这一点其实有一点像是 在2022年十一十二月的这个航机的起始点 可是他更可能的就是一路往东北走 往东北走跟我们刚刚讲到的两个 早早在7月1号 在7月5号分别穿越 大鱼海峡以及中国海峡的 这两个兵力一起汇合 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也是今天早上大家会讨论的新闻 可是大家应该不会讨论到小舰长那么深 所以今天有看news98观点的节目 大家转到可以了解大概实际上的状况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有关于这个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 中美的南海电子大战 电子大战我们刚刚有网友在youtube里面讲说 发生在1月16号 那这个南海气象图不正常 那这个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谈 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 其实是中美南海电子大战 谁输了 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 1月16号南海气象图 其实不正常 南海气象图不正常很多次 那之前还有台湾的中央气象数的雷达图也不正常 那可是这些不正常其实代表了很多意义 当初有人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问前任署长 前任署长就是吱吱吱吱不可说 不可说 意思是什么 其实电子站不是最近这一次 不过这一次 最近这一次其实感觉到非常精彩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只闻楼梯想 那其实真正的新闻报道并不多 新闻的报道最先开始的是凤凰新闻报道 可是怪就怪在我现在找不回那一则新闻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从China Arms 也就是中国军备的这个网站上面可以看得到 可是这个网站我不能拍胸脯说百分之百一定正确 那为什么 因为它下面它有一个about 就是关于它自己 它有做一个叙述 它说它都是截取非常多的 一个中国大陆所得知的各种的军事的一个消息 那军事消息没有经过实锤认证 其实也就是像流言一样 不过 这也就是我讲的 很多在讨论我觉得或者是我想那都不准 我们抓一些事实来看 那这一篇报道或者是我们听到这些讨论里面 在讲的是什么 在讲的其实都是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美国出动了RC-35 那这个电针机以及EA18G的这一个咆哮者电站机 那中国大陆这边它的兵力其实就是运酒电站机 那经过了12个小时 那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现在所谓的公开性的这个情报那么多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 也就是美国它所公布的兵力 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咆哮者电站机 它是在航空母舰上配属的 它不是在陆地上配属的 那就简单多了 为什么 看航空母舰在哪里 它就在那个范围里头 因为它不会跑得老远 然后去降到一个陆地单位 不会 因为实际上来讲 对于航空母舰而言 它的这一种电站机的数量并不多 少一架就是少一架 那我们看到 如果上面这个Navy Today 就是美国海军它所公布的这一个资讯 我们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在7月1号的时候 罗斯福号的确就在我们台湾 巴塞峡这个附近 那如果我们看到下面的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当然就是 应该 那个欧洲航太总署 它所公布的哨兵卫星的照片 所以它的解析度那么烂 那因为我也常看 它解析度实在是不怎么样 不过公开性情报还想怎么样 它能提供给大家就不错了 其实 罗斯福号在7月3号的时候 已经通过 通过了这个巴士海峡 也就是事情发生 应该就在7月3号之前 那另外一个消息来源 也就是国防部所公布的这一个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域的一个活动状况 我们看一下左下角 它在它特别残明 这个是6月28号到6月29号早上动六十的一个动态 那这个动态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在早上的9点21分到晚上的腰沟腰洞的时候 那其实主辅战机 那个以及无人机 所谓的主战机 那大概就是殲16 辅战机就很多了 有干扰机 有电针机 有那个 有甚至可能有反减机 都可能是啊 还有无人机 那我们看看早上9点钟 到晚上的腰沟腰洞 这里面的时间是多久 这里面的时间就是10个小时 跟我们刚刚讲的12小时是不是很接近 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时间拉近了 大概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是不是 那他那个当初那个新闻里面 他有讲到说 是山东建 那山东建可不可能凑一脚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 山东建 他在2月26号的时候 在菲律宾与宋岛 最北端的帕古浦的这一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西边 412公里处 那个他就在那个位置点 那位置点哪来的 上面的卫星啊 也就是 哨兵2号的卫星 那个他所提供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右下角有个小小的经纬度 定出这个位置 所以那个是26号 那26号之后 山东建有没有其他的动作 他难道直接跨越巴士海峡吗 没有 那他做了一个 那个回头啊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张啊 这张是什么 什么时候的照片 是6月30号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时间热区的这个部分啊 时间热区的部分呢 他在哪里 他在三亚的东南 149.75公里 也就是150公里处啊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也就是三亚跟 三亚跟西沙 中间的这一块海域 所以他也不在 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关于菲律宾北部的这个区域 他也不在 那还有别的兵力吗 有 有的 就是815的这一个电子侦察舰 那这个电子侦察舰呢 其实是795号 他就在这个时间热区里面通过 空谷海峡 那通过空谷海峡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他也参加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要角 为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要角 我们等一会儿 有电站公式来证明这件事情 那其实这则新闻 或大家的讨论 都是谈到说 在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大家的行动电话 或者GPS 其实都都已经 那个没有办法进行通讯了 也就是这一个实际上 被干扰的频段在哪里 在UHF频段 那如果飞机能够正常的 或者是海上海面上的舰艇 可以正常的构连 表示他更高频SHF频段是正常的 因为他可以透过卫星联络 或者是使用更低的频段 VHF或者是HF 那就表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他们海面上一般的船只 是正常的AIS公布 也讯号也是正常的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在UHF频段 这个地方 那这一个地方我们来看 如果是看到这一种 这几种卫星系统 那这里面显现出来的 这一个黄色是美军的 美国所使用的GPS 也就是大家 尤其在台湾 汽车导航用的 就是这个GPS系统 那Galelio是什么系统 是欧洲的 欧洲航太所使用的定位系统 那另外它有个紫色标志的 是北斗系统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北斗系统大部分的频段 都在我们讲的是 那个卫星定位系统 那它的频段都跟GPS有一段距离 可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就觉得 北斗的定位能力更好 为什么 因为北斗除了 我们讲到说 在天上的这一些卫星 它在天上的这些卫星数量 就比GPS要来得多 另外它有地面校正台 这个称之叫做什么 差分式的GPS 也就是它有另外一个地面台 你可以作为这一个校正之用 所以它更为精准 它在太空中还有三颗 那个同步轨道的卫星 在那边提供定位讯号 GPS没有这个东西 好那接下来 我们刚刚讲到的RCE35 其实我们看到空中兵力 就是RCE35对抗了这一个 运久的这一个电针机 那我们看到那个RCE35 它其实干扰的阵列 就是在它飞机前段的部分 我用红色框框起来的地方 这个就是它主要的 干扰天线的位置 那如果我们来看运久的 这一个电针机 它就一秒了 它前面也有这么一段 但它到机翼的后段 它还有个圆形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它到后面还有一块 也是我用虚线标起来的 那是什么 那是叫做共行天线 不是放在机翼上 就是共行天线 不是只有像这 跟机身本身是合而为一的 那个才是共行天线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RCE35的照片 不是它的一个线图 它告诉你哪里有什么 哪里有什么 不过这里面已经少了一半资讯 怎么说美军当然不会把重要资讯 放在网路上 所以小姐姐挖来挖去 也不过就是这样 就是它下面的所有的刀状天线 到底是干啥用的 一点也不知道 它的上面的也是支支吾吾吾 遮遮掩掩掩不讲清楚 不过我们挑出一个地方来 也就是它的前段 有一个UHF天线 结收的一个刀状天线 像刀片一样竖起来的那种刀状天线 另外呢 它还有一根拉长的 这个HF频段的天线 意思是什么 意思这个就是结收 那从那个 它在前段的两侧 就是像是腮线岩的那个位置 它其实还有两个阵列 那个就是干扰阵列 这个是我们看到RCE35 那我们如果再看到 孕9的这个电针机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对于多重的 这一种极化的讯号 它都可以进行接收 它也可以进行反制 不是所有的天线 都能接受所有的 电磁波讯号 那至于说 这个不同极化 到底有什么极化 有水平极化 有垂直极化 有圆形极化 这个部分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过后 我准备了非常多的图片 那来做军事的解释 因为军事的部分 如果没有看到图片 还真的不知道 在讲什么 感觉在听天书一样 那有图片呢 最起码可以看到热闹 那经过小建长我的解释 也可以了解一点门道 知道最近在搞什么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到底是什么呢 这张图片其实在讲的 左下角 它上面的那个 就是我们讲的水平极化 在右边那个是垂直极化 那水平极化跟垂直极化 结合在一起是什么 它可以顺时针 就是依照相位的 出现的早晚 变成顺时针跟逆时针 这样的运作 那个就是圆形极化 那这圆形 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就讲到 如果是来自于 水平极化的电磁波 也就是水平极化的 这一个天线能接收 你圆形极化就不行 那可是我们看到 这一个运久的电针机 它中间多了一个圆形的 意思是什么 它也有进行 接收圆形极化 跟反制圆形极化 电磁波的能力 那最后面 它有一个 我们叫做共行天线 共行天线 刚刚讲过了 不是在机身上就是共行天线 不是 这个才是共行天线 共行天线 就在右边那个图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 非常小的阵列天线 组合在一起的 那这一个一个 小小的阵列天线 右下角 那一个 那个就是上一次的珠海航展 我们所看到的无人机 它使用的就是共行天线 它上面一颗一颗 哪一个通通都是那个天线阵列 那这个也就是在两侧 它可以有效的节省 那个飞机的空间 但是它也有良好的接收能力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空中兵力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刚刚说好了 要来看那个雷达方程式 这个雷达方程式 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雷达方程是在讲的 上面的也就是 我的雷达发射电磁波 这个电子站的是问题 能讲的人不多 小舰长以前是海军官校 军事学科部专门上这个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告诉大家 有听到全部都是赚到 那这个没有机密登级的 这个所有的胶雷达的书 通通都有 好我们看到这个 当我的那个功率啊 打出去打到目标上面的时候 建构在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 第一个功率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你的天线争议 也就是说 我的天线要怎么样设计 它才会让最大的功率 打在这个目标上 所以你看到的射控雷达 都长得像碟盘一样 那个就是最大的功率 集中打到这上面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看到的 谁的功率大 谁就得胜 这是上面那个告诉我们 接下来 你那个打到那个目标之后 要折返回来 我要接收啊 我接收之后 我才能够知道说 目标存在 接收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功率要大 你的目标 你的那个讯号 才能从目标反射回来 反射回来的功率的大小 要能够大于我的 接收机的最小灵敏度 你如果低于我最小灵敏度 我是收什么 我当然是收不到嘛 所以要比我的灵敏度 还要高 那要比我的灵敏度高 怎么办 就是功率要够 然后另外 也一样有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天线争议 也就是红色圈圈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到说功率 发射机功率的部分 是黄色圈圈的部分 可是这一个接收的部分 它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参数 它都在分子项 分子项越大 这个功率 跟这一个 天线接收功率是成正比 所以我们这样讲 它下面有个theta theta是什么 就是你目标的RCS值 所以我们讲到 为什么逆中战机 设计是什么内情外邪 也就是让它这个theta值 就是RCS值 缩到最小 那你才能可以接收到 那接下来 我们下面看到两张图 左边的这个是伴随式干扰 右边这个是旁立式干扰 什么叫做伴随式干扰 伴随式干扰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 那个咆哮者电战机 它就是伴随式干扰 跟着一起 前进战区的 那可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RCE35 它是什么 它是旁立式干扰 它在远远的 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功率够 它的天线孔径大 它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如此而已吗 不不不不 解放军有个最厉害的出现了 815型的这一个电子侦察舰 这个侦察舰 因为你飞机的功率再大 你上面的发电机的功率再大 也没有船上大 那有这个船上你看到没有 它从前中后后段 它一共有四个大的球形天线 那个球形天线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天线争议最大 然后功率最大的天线 它这个进行干扰 最恐怖 那我们在左下角可以看到 这一个815型的这一个电子侦察舰 现在叫85 那个现在它改名叫851 那现在又好像改名了 那这个改名它这个代表什么 因为这张照片就是右边的瑞渊拍回来 拍回来的时候 大家在那边拍手 哇靠我们的瑞渊真棒 真棒吗 真是好棒棒啊 为什么 这么强功率的这一种电子针 那个情报船 它会让你过去 它为什么没有电子反制 让你掉到海里 为什么 因为它让你来 它让你来 你的电你接收你照相的所有的讯号 发射回去的时候 它全部帮你接收 这我知道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电磁参数的重要性 你以为你真的好棒棒 人家为什么都用 都用卫星来照 那远远的 无人机飞得远远的 为什么 道理就在这里啊 不懂的还拿无人机说战 根本就是不进入状况啊 那这是我们讲到的 在这一次的状况里面 其实 真正让 解放军可以占上风的 就是水面上的舰 你说美军有没有 美军有 但是数量非常少 那非常少 而且现在不在太平洋 就是 第七舰队这个区域里面 好 那接下来 其实这件事情 以前曾经发生过 这一个也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是南华早报在2023年去年的报导 他在这里面谈到了类似的事情 结果他这一份资料来自于哪里 来自一份论文 这份论文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的也就是干扰的预防啊 以及航线的规避 以及这一个突破手段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左下角是这边我画红线的 这叫电子对抗情报 好 快要讲不完了 不过我们讲重点 我们来看看 这个区域 当时发生的区域 就是在南海 在宫谷 对不起 在巴士海峡 以西的位置啊 那我们大概在一百 大概在巴士海里的位置啊 那接下来这一张图 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我们 他这张这个里面的 写的人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我用不同颜色的标定到 每一个不同的人啊 这个不同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红色的 他这叫刘东青 他其实是这个项目的领导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黄色的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 那个五篇论文里面 凡是有关于 电子通信对抗的部分 或者是雷达对抗的部分 就出现这个任喜科这位 这位研究员 所以他是负责电子攻击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江磊 他其实是负责信号处理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于干扰机通信 他有写 有关于信号的感知与识别 他有参与 那另外 我们看到那个 孙程刚这位研究员 那他是负责什么 信号模拟调变的 看他下面的论文 你看到没有 信号实现 他有写 那还有什么 对抗作战战场仿真系统 这个也是孙程刚负责 所以我们看论文是这样看的 不是只看里面的字 是这样 把他剁开来 看看这里面的人到底是 他是哪个领域的 那其实我们最后下一个结论 谁输了 菲律宾输了 所以后来菲律宾就怂了 就是美国要帮他运售补给 不行 请提风 广快回家 就是如此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重点讲完了 那虽然没有每一张都放完了 不过重点讲完了 那也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的作战 最重要的 也就是如此 是所谓的电磁频谱战 谢谢